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一个氢气球 以氢神悬掉一个小M的物体 以等加速度A向下运动 我加速度的A 它有受到那个浮力 有空气浮力 若气球之浮力不变 遇使气球以等加速度A向上的话 那么它应抛掉多少质量的物体 假设抛掉ΔM 好,那我们现在要来求这个ΔM 那我们怎么求 一开始 它是交度向下 所以Mz 比较大 Mz 减掉那个浮力 空气浮力 等于多少呢 等于MA MA往下 好,那当你抛掉那个 ΔM的时候 它往上 这个浮力就比较大 V 减到多少呢 它抛掉ΔM 剩下多少 剩下M 减ΔM Z 会等于多少呢 会等于那个 M 减掉ΔM A 可以啦 那现在要求这个ΔM 那现在要求这个ΔM 我把它相加 相加以后的话 这个V就消掉了 Mz也消掉了 然后得正 所以是ΔM ΔM Z 会等于多少呢 加起来 2M 减掉ΔM A 好,那要求ΔM 所以我把这个移过去 就ΔM抽出来 Z加A Z加A 等于2MA 所以我就晓得 ΔM 是等于 Z加A 分之2MA 这个就是答案 接下来